今天車子在路上跑 車子往前跑上有摩擦力 摩擦力會變成什麼 變成熱量散失到空氣當中 所以壞處就是什麼 摩擦力會變成熱量 然後呢 就溢散到空氣當中 溢散到空氣當中 這樣會造成什麼 不是造成溫度上升啊 會造成能量的損耗 就是我可能本來一桶油可以跑到墾丁 可是因為怎麼樣 因為摩擦力所以一桶油可能只跑到台南 就沒有油了 而造成能量的損耗 好那你要怎麼樣子減少摩擦力 減少摩擦力怎麼辦 我們第一個我們可以朝正向力去下手嘛 我們要怎樣 正向力要怎麼樣才會 讓它摩擦力比較小 把它減輕嘛 對不對 把我的車子不必要的那些垃圾把它拿走嘛 減輕嘛 是嗎 那接觸片機呢 我們從接觸片機下手 很好 要光滑一點 所以要加什麼 油 哦 上路滑劑 不是啦 我們在那邊 你看看 屁股上 欸 亂講話 全身都會來發血好了 喜歡亂講話的以後都在發血 油跟石墨 石墨 哦 這個你不會哦 石墨你不會的哦 石墨 哦 石墨 就是碳啦 石墨你可以拿來當潤滑器哦 加碳可以這樣嗎 哦 比較滑嗎 加碳我跟你講 碳它會一層一層的脫落 就是你的鉛筆 所以如果你把這種大型的機具裡面 它灑一些碳粉 然後它就會潤滑 金屬在運作的時候就會潤滑的效果 好 再來 滾珠 裝這些裝置也是要 滾輪 哦 這些裝置都是要減少摩擦力的應用 還有所謂的流線型的設計 車子流線型的設計也是要減少與空氣的摩擦力 流線型的設計啊 就比如說什麼法拉利有沒有 F1賽車那種 OK 我們先講到這邊